各位朋友你好 欢迎收看非凡大探索 我是刘祝华 今天的节目 我们要带你往山上走 去探索深山里头的美味 首先在基隆石石山登山步道 这里有一个休闲农场 里头种植了各式各样的香草 而且完全不洒农药 老板人用现材的月桃叶 来炖煮乌骨鸡 炖出来的鸡肉带一点点咬劲 独特的香气 让汤头喝起来更顺口 另外还有用清华柜 以及中药卤制而成的香草猪脚 卤到了猪皮Q弹 腿骨肉很软嫩 很多人都说一吃难忘 这座环绕着鸟语花香 环境清妙的香草农场 正位在基隆西卤的郊区 农场主人杨正经买 用自己种的香草来做料理 多了一股清香的滋味 吸引许多人特地温香而来 朋友还有家人 我们家人不管是我婆家我两家都很喜欢这边 对他们对于这边的食材环境都非常喜欢 从小就跟着阿嬷跑遍卷坐山林的杨正经满 对药草植物聊若执掌 那时候没有健保卡 大家生病都来找他 那我就是和他一起拔药草的小孩子 国小毕业就跟他一直拔药草 那我什么可以吃什么有毒我都知道 吃什么病我也知道 农场里的植物坚持不撒农药 让植物自然生长 有的爱水的就是种在池塘里面 不爱水的外面随便种就会活 我们就是主打新鲜食材 现拔现用 桃叶来爆粽子很香哦 好香 月桃叶的特殊香气 最适合用来炖煮鸡汤 可是每桌必点 月桃是见味整肠 见味整肠又香 外面没有人也会做 也不懂啊 整年都会有月桃花 大家来说 很香 我们下次也来 叫我朋友来吃月桃花 杨正吉满说 炖鸡汤一定得挑选 埔里的放山乌虎鸡 要够熟 普通人家外面那个 只是四个月 三个月就很多了 我们养那个都要五个月以上 这只鸡在走路 好吃不好吃 我看就知道 以乌虎鸡的鸡爪 鸡脖子和蔬菜熬煮高汤 炒菜啦 还是做什么料理都要吃用高汤 我们菜了什么都没有放什么酱油 就是用天然的东西 我们注重原味的 熬出焦脂的鸡高汤 加入月桃叶和中药材 月桃花一起炖煮 我们煮熟就好了 它有清甜 你就要一直煮 煮到里面的肉如果暖了 那个清的那个鲜味 都会跑到汤去了 热腾腾的月桃鸡汤 飘着清新的月桃和中药香 不过度炖煮的鸡肉 还保留着嫩度与嚼劲 有着独特香气的汤头 充满鲜甜味 喝起来真的有喝到花的那种香气 很有弹性 不会这样柴柴的或是说太烂的 杨振金满是个单亲妈妈 原本和丈夫靠养鸡为生 不幸丈夫过世后 她独自抚养四个孩子 生活相当困苦 我就一个人就要扛起这四个小孩子的责任 那我就说提起精神 那我自己一个人养鸡 我早上六点钟起来 晚上到十一点才有办法睡觉 就是我都要我自己一个人 我这样也是熬过来了 16年前配合政府推动休闲产业 原本的养鸡场转型成香草农场 还多了一间餐厅让杨振金满的生活变得充实 她更花心思在菜色上 香草猪脚就是她的拿手好菜 特别选用皮厚肉嫩的宜兰黑毛猪来清炖 我们有一次用香草 就是没有用什么酱油 都没有用什么酱 只是天然的东西 以清华贵中药材和米酒一起清炖入味 慢火三个钟头 没有煮意就太烂 有时候会不够熟不够暖 要入嘴鸡化才好吃 最后再放入当天现彩的腊鸟 那个腊鸟有香有辣 有活血化衣 吃那个血液循环会比较好 炖到入味的香草猪脚 喷香上桌 Q弹的外皮让人想大口咬下 以入口肉质嫩而不裁 还带着清香 一点也不油腻 猪脚说这个Q弹 然后入口即化 只能说外面吃不到这种 这么好吃的猪脚 皮很Q 对 然后肉很软 对 不会烂 做事亲力亲为的杨正金满 用的食材都是她挑选过的 像是松板猪肉都是她每天上菜市场亲自抢购 选用口感好的猪前井肉 就是一大早就要去 要不然你慢一点人家说 你都没有来啊 我的客人要强要 就要被拿走了 这样 那我就是说 六点半以前一定要到她猪摊 一只猪两片 就是井上那两片 其他的后面也有两片 那两片比较 没有那么脆 这两片比较脆 全焖二十分钟以上 二十五分钟以上 那滚了就要焖 杨正金满说 自己种的紫苏无独有养生 和肉片最搭配 斜斜成薄片的猪肉 和紫苏小黄瓜拌匀 知道紫苏松板猪飘着淡淡香气 清爽的外观 光看就让人食指大动 薄片猪肉带点脆度 沾上特制的酱汁 咸 酸 甜 以此到位相当爽厚 你吃到的是它松板猪肉 它原本的肉质 然后最主要是它那个蘸酱 那蘸酱吃起来有点像那种 用天然水果下去提味的 就吃起来有点酸酸甜的 香土料理还有独特的蜂王柚 煎土鸡蛋健康又养生 十七年间我就会做那个 因为我在杀鸡的时候 我就会煎那个给人家吃 以万寿菊的叶片来提味 煎到两面带焦色 香气扑鼻而来 有厚度的煎蛋口感非常鲜嫩 它吃起来就是像一般 它吃起来很香 就像一般的像一些煎蛋很香 单亲妈妈的人生路 充满心酸倍感艰辛 但它从没自怨自艾而是认真踏实过生活 人生下半场它要用天然的养生料理 来丰富美味人生 台北市的猫空盛产茶叶文明 这里有一家曾经获得法国蓝带肯定的景观茶座餐厅 招牌的五宜盐茶熏鸡腿 淡淡的烟熏香气 拌着茶叶的清香 更衬出鸡腿肉的甜味 另外一道叫做翠玉茶钻虾 把茶叶炸得像饼干一样酥脆 搭配炸虾滋味吃起来鲜香迷人 独特的料理连国际知名媒体Discovery 都特地来采访 所以吸引了好多外国朋友前来尝闲 我觉得来毛空是真的很棒的地方 在这里我们真的忘记 其实我们在台北 所以我觉得也真的很好 我好久没来这里 所以我很高兴 阿兜阿弄尬以的茶料理餐厅 从观景雅座望出去 就能眺望运行天际的毛空缆车 和挺拔的台北101 同时还能享用融入毛空茶叶的 翠玉茶钻虾 包种茶蒸血鱼 五宜盐茶熏鸡腿 精致的佳肴 就是登山客美来必场的 山中美味 它以前这边好像就是土鸡城嘛 它出名就是鸡肉嘛 而且我们一边吃一边欣赏这个美景 觉得很很心情很快乐 对啊它就是有Discovery来采访 对然后还有得什么白金的奖项 就很厉害 所以我们才会来这边吃 美味的料理获得客人好评 掌厨的老板张又龄 厨艺底子深厚 曾经获得中国名厨白金奖 法国蓝带美食勋章 名声响亮 连国际媒体都邀约专访 其实我出去比赛都是把茶入料理 它只有食材 我们比赛只有规定食材 但是你的做法它没有规定 于是张又龄在菜肴里加入猫空茶叶 让菜色增添清香气息 我们这个地方它属于落雷区 就是比较容易打雷 容易打雷的地方 基本上它的蛋肥就很豪 就很丰富 茶叶最需要就是蛋肥 所以这个地方会适合种茶 也是这样的原因 猫空山上的翠绿茶园 每一片茶叶都需要经过人工采摘 才能挑选出味道芳香且不苦涩 俗称一新二业的优质茶叶 张又龄家族世代都是茶农 所以很了解每款茶叶的特色 像是五一盐茶就很适合制作烟熏料理 五一茶它是来自福建那边的一个 算是乌龙茶的始祖 基本上它的茶叶的制作工艺是重烘焙型的 中发酵重烘焙 所以基本上它去烟熏这个鸡腿的话 它不会有那种草轻味 如果乌龙茶的话包桶茶 它这原先就会有那种草轻味 一只只大鸡腿放入锅子里点火加热 慢慢呛出浓浓茶叶熏香 为了让鸡腿肉吃来不光只有茶香 张又龄在锅里撒糖 烧出一道道金光 熟熟烈焰将鸡腿肉逼出香味 碳水化合物遇到高温它就会着火 其实我们让它着火的原因就是要让它在鸡肉的表面去串 就好像在刺青一样 然后看起来就会有那个鸡腿就会有深浅的颜色 鲜香迷人的五一盐茶熏鸡腿 表层烧出焦香 特别引人食欲 鸡皮Q软 有层薄薄的微咸鸡豆 夜饺茶香滋味在嘴里化开 肉质紧实鲜美 带有些许淡雅茶香 它就是有茶的那个香气 然后入在肉里面 然后它的肉还蛮软的 可是它的皮是有嚼劲的 土鸡有嚼劲吃起来很香 有香气 就是不是一般的飼料鸡 是有放三鸡 有足够的鸡肉比较结实 客人暂不绝口的 还有包种茶蒸鱼 鱼肉放上茶叶和葱丝 气味相浓让人不经垂涎 鸡肉放上茶叶和葱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